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个囚犯在偷偷买卖香烟 毕竟在这种地方想抽根烟那也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卖烟的这位叫卡梅尔 我们暂且叫他万毒哥 几个囚犯得意地靠在墙上 刚点着的烟卷掉在嘴里 万毒哥很讨厌别人叫他卡梅尔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监狱里 他并不想太招摇 其实万毒哥的真名叫做托马斯雷恩 因为能够搞到香烟 所以其他囚犯都称呼他为东 大概就是老大的意思 万毒哥已经在这所监狱里待了12年 对这里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任何人 吃饭的时候囚犯们走外闲聊 另外一个囚犯我们管的叫千毒 千毒对于两个月后的复活节也很是期待 希望下一个能够遇到的妞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他曾经是矿场的一名矿工 后来因为矿场的一次事故 失业了 失业后他就开始去酒 最后锒铛入狱 外面还有个老婆女儿等着他抚养 他的入狱使得这个原本就不幸的家庭 雪上加霜 干活的时候他还不忘念叨几句 说自己去年就上了一次 而且每次都是最后一个上 万毒哥让他不要总说这个 但这里的每一个人 有谁不羡慕万毒哥呢 毕竟每一次都是他第一个 而这种有人狂欢有人恶心的狂欢活动 已经举行了七年 七年前当狱警向他们公布这件事的时候 所有囚犯都不敢相信 在监狱里竟然还能有这种待遇 当时这个体验在109名囚犯中全票通过 那时候的万毒哥还很年轻 但看起来他好像是这些囚犯中为数不多的一个 有灵魂的人 那些女孩的眼神深深地映在他的脑子里 每当看着这样的眼神 万毒哥都没办法继续 自己怎么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呢 虽然这么想 但最开始的几次狂欢节活动 他还是都参加了 现在的他看到那些女孩的眼神都已经有些麻木了 他们对那些女孩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人渣行径 所以今年万毒哥也不打算再参加这个活动了 还有他身边的百毒哥 而百毒哥不参加这项活动 并不是因为可怜那些苦命的女孩 而是因为那个传闻 百毒哥进来之前是一名记者 他曾经见过那辆拉着富贺街高羊的马车 而这辆马车看起来和布拉德哈利歌剧团的马车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自然地就把这些高羊和布拉德哈利家族联系在了一起 百毒哥是因为私闯民宅被捕入狱的 但当时逃亡的时候有个仆人被杀 所以他自然就成了怀疑对象 没有人相信他的辩解 在监狱里 百毒哥把自己对于贵族的看法告诉了其他囚犯 这个城堡的城堡主正在滥用自己的权利 他猜测提出这个给无期徒刑囚犯谢玉提案的人 正是布拉德哈利家族的主人 正是九年前的亨塞尔暴动促成了这件事 那场暴动导致了37人死亡 145人受伤 所以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这个谢玉的提案被高度赞扬 因为这样就能够把囚犯的利器导向复活节狂欢 监狱里的千毒哥给老婆写信 希望他能寄一张女儿的照片给自己 照片上的一家三口看起来那么幸福 中间的小女儿估计现在已经长高了不少 真想回去再看他们一眼 就这样监狱里的人有的思念家庭 有的思念老婆 还有的思念其他女人 百度哥还在不停地向欲有宣传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布拉德哈里家族和政府 都应该为这件事买单 这种安地里见不得光的操作 最大的风险就是被人曝光 扯下贵族身上最后那块遮羞布 而为了让这件事尽量做到保密不为人知 所以百度哥猜测 那些女孩一定是来自孤儿院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死后才不会被人发掘 没有人会寻找他们的下落 而之所以只有无期徒刑的囚犯 才能参加这项活动 就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永远待在这里 永远见不到外民的天日 也就没有任何泄密的机会 当然这些都是百度哥自己的猜测 但即使是这样 百度哥的这种猜测 在犯人嘴里越传越多 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 他莫名其妙地和别人打了起来 他们当场就被预警带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打起来的原因 只是过了一个星期 百度哥仍然没被放出来 一个月后 人们几乎都忘记了百度哥这个人 关于布拉德哈里的传言 也就没人再敢提起 所以囚犯们也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面对孤儿院女孩和自己克制了几十年的信誉 他们选择优先满足自己 毕竟想的太多不适合这样的狂欢 也不适合在这个麻木的世界活着 在面对这些女孩的时候 只能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狂欢节这天又有一个女孩被送了进来 当预警关上门的那一刻 整个房间里突然炸了锅 里面有个囚犯发疯了 他跪在那个女孩面前 女孩眼神呆着地看着面前这个气不成声的男人 嘴里悄悄喊了一声 爸爸 万万没想到这个狂欢节送进来的女孩 竟然会是千毒哥的女儿 曾经还对这次狂欢节女孩有些期待的千毒哥 此时此刻不知道会是什么想法 身后的囚犯还在不停吆喝着 让这个平日里排在最后的男人靠后 预警走进来想把这个男人和女孩分开 没想到千毒哥突然爆发 挥拳打了预警 然后抱起自己的女孩朝门外跑去 任凭预警怎么阻拦千毒哥不可能把自己的女儿放在这间地狱的 他抱着女儿冲出人群 想趁着外面的栅栏锁起来之前跑出去 可即使栅栏外面也依旧还是监狱 他又能跑到哪里呢 千毒哥抱着女儿刚刚跑出栅栏门 后面的预警已经举起了枪 刚要开枪却被身后的万毒哥阻止了 万毒哥把预警撞倒 其他囚犯也都跑了出来 千毒抱着女儿得救了 但毕竟预警都是有枪的 他们一边大喊着让千毒站住 一边与身边的囚犯周旋 千毒哥还在往外跑 只听见一声枪响 千毒哥硬声倒地 而此时的万毒哥也被预警压在地上 这场不大不小的骚乱终于算是平息了 事后万毒哥被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 禁闭结束后 万毒哥被预长交进了办公室 他们没想到一直表现不错的万毒 竟然会犯这种错误 这件事也给预警们提了个醒 以后再安排女孩的时候 一定要事前查明背景 预长告诉万毒哥 千毒和他女儿的尸体被埋在了一起 这样也算是让他们妇女团聚 让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再颠沛流离 好了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做了四集 整部漫画一共有八集 但我不打算全部解除了 不同人的角度阐述这件事 再多一些描述也没有任何意义 再加上写这个文稿的时候 我整个人真是没办法提起兴趣 让整个故事虐心虐的特别失落 所以你们如果想看的话 跟我要漫画连接吧 在我的朋友圈就有 故事的结局呢大概就是 这段阴暗的历史终于被人记录了下来 有个女孩把这个记录本交给了一位记者 这件事才算是被世人所知 而布拉德哈利的家族也家道中落 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也算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好了这个系列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